很快喔 所以我們每次上課內容 其實都會放在雲端跟那個論壇裡面 所以其實累積下來也蠻多的啦 那其實我是屬於那種 叫做農夫一樣嘛 所以有的人寫程式叫馬農 有沒有 馬就是程式嘛 農夫的農 馬農 那我們這個就是 欸 什麼農呢 就是 所以我的精神有點像一個農夫一樣 每天都做 所以我一定每天一定要錄影 每天一定要上傳 每天一定要寫一點東西 想一點東西 每天都進步 當然我也會有一種心態是 反正你們也可以影響到每個人啦 所以只要每個人越來越都很厲害的話 哇 那其實大概會有個正向力量 就是這個 這個可能 這個國家就會慢慢越來越進步 然後身邊越來越好 因為你什麼事都不做 絕對不會有任何作為 但是你只要有做就會改變 有沒有 像 之前常常在講說 有沒有過馬路常常 過斑馬線常常都會 差點被撞到 對 哇 然後每次都覺得很 很 很頭 但後來真的有人去推動 真的就實現了 過馬路其實 相對安全很多啦 所以每個人就把自己的分類事情做好 其實應該這社會應該就會運轉得很好 好 所以我已經把那個就是這個十次錄影 所以你會發現從第一次到第十次 那當然之後總共有十四次 一樣我每一次上課都會把它放上來 所以我們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重點 上上禮拜的重點 稍微複習一下 那上上禮拜的話主要是針對那個 飯店管理的那個題目 我們做一個練習 那其中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就是 先建立那個booking ID 有沒有ID有一個規則啦 所以將來你們也可以模仿一下 如果你要建立一個ID 那這個ID有 其實就是資料庫的概念 就是第一個 絕對不能重複 第二個的話呢 它其實是可以有意思的 也就是裡面的話 你可以從編號裡面可以看出 某部分重要欄位的相關訊息 不然它住幾天 有沒有那是誰住的 那住哪一個飯店 那你其實不需要特別查 你看編號大概就知道了 那其實這也是一種有效管理啦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ID絕對不能跟別人重複 像你身份證字號一樣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那個編號最好是有意義的哦 OK 然後當然 你也不要因為有意義而去 把那個編號弄得很複雜 反正主要就是好運作 好管理 其實這樣的話就是一個很好的規則 那只要大家遵守這樣的規則 其實就 run的就很順暢啦 OK 那底下當然我們會用到一些函數啦 像test函數 那其他就是去查詢 那查詢的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也用了那個 這個規則函數嘛 那其他當然你也可以用VBA 不過用VBA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會把那個VBA的程式放雲端上面 那大家可以去參考 OK 那今天的話呢也許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題目 那第五個單元哦 請各位再幫我開一下這個題目 就是叫做 所屬單位查詢 那這一題的話其實也是學生常問的 因為你會發現打開來之後 它有兩個工作表 一個工作表的話呢是長這樣 那我告訴你 他的這個結構哦 基本上 這個第一列的話呢 就是他的什麼 他的單位 然後呢 單位裡面有哪些人 其實這樣的思考邏輯也沒錯 可是跟各位講哦 這個思考邏輯不是資料庫的思考邏輯 也不是工作表的思考邏輯 所以呢 你如果要用這個資料來查詢什麼 比如說底下有一個工作表 就是這個人他是哪個單位 那你如果假如是這個資料哦 他不是走的是正規化的途徑 所謂正規化就是說 上面是欄位名稱 而且第一欄一定是你要查詢的那個欄位 有沒有你要查什麼 所屬單位 所以應該是你那個資料哦 應該把它拆分開了 應該是第一欄就是人員嘛 那第二欄的話就是他的所屬單位 你才有辦法去查嘛 OK 可是問題來了 其實哦 你會發現現在很多公司很多企業哦 他們在建資料的時候哦 因為人員沒有正規化的概念 所以產生的資料哦 都是非常隨性的 所以因為非常隨性的關係 你將來要查資料就是一個噩夢 有沒有 我發現很多人都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就隨便弄隨便放 那所以哦 會造成 因為無序 所以會變成不好查 那以這一題來看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說 哦 反正我資料不改 但是我還是有辦法把它查出來 所以哦 我們第一個 假設我所屬單位B欄的部分哦 我如果要查的話 那答案當然旁邊這邊有個答案 比如說這個地方有 高明明這個是在屈欄 那你怎麼知道是屈欄 應該怎麼 高明明找到了 他在上面的這個地方 那就把居欄的資料 把它帶回來 可是有這種函數可以這樣做嗎 好像沒有有沒有 他如果查到 他可以把他的第一列的資料帶回來 好像沒有 HLOOKER也沒有啦 OK 所以哦 如果假如沒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沒有這樣的函數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解決方案 你可能就要想到 你要寫一個VBA了 OK 所以VBA的存在哦 主要是要解決什麼 解決你內部的函數 沒有辦法幫你解決問題的話 那你就勢必哦 你就要自己寫一個VBA程式了 OK 這個第一個啦 第一個思考方向 那第二個思考方向就是說 那你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把這個資料正規化比較好了 哎 但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把它正規化 當然你要如果要正規化 也許我們控一個H欄好了 那當然啊 如果將來我要查 一定第一 第一欄哦 一定是人員 有沒有 哪個人嘛 然後他的屬指單位 所以哦 第二個解法就是說 那我把它正規化不就OK了 所以我要怎麼樣把這邊的資料 變成像這樣的一個結構 OK 那你總不可能想 哎 Ctrl C 對不對哦 然後Ctrl V 對不對哦 這邊很少應該可以 然後 然後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五個 我更快一點的話是這樣 像現在填滿嘛 五個 然後再把這五個人 扣過去 扣過去 對不對 哎 有比較快一點哦 但是問題 還好這邊人數不多啦 OK 那如果這些假設是超過 千筆上 上萬筆資料的話 那你當然不可能用這個方法了 所以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哦 各位可以先想想看哦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幫我開啟 在那個 我們的第五個單元裡面的那個 所屬單位查詢 這個也是 之前上課有個學員問我的問題 他說他每天都要做這些處理 他覺得很頭痛 我就說 阿明你要把VBA學好 這問題就簡單了 所以我們也許兩個解法哦 第一個解法 就是直接不改他的資料 那可是問題 想想看啦 當然我是想過啦 應該裡面沒有什麼函數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呢 你要自己寫VBA 那VBA怎麼寫 待會我先跟各位講 那第二種解法就是說 那沒關係 如果我用Vero函數 那我可能要把這個資料 變成像這樣的結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哦 所以其實很多那個工作裡面哦 都會有那個資料 無法查詢的問題 那無法查詢主要的原因啦 當然我們就不生就啦 因為主要我發現很多人其實是 比較沒有那個資料正規化的這種概念 所以以後我建議各位哦 如果你要新增資料的時候哦 最簡單的方法你盡量就符合我剛剛講的所謂的正規化 那什麼什麼叫正規化 簡單講啦 就是你就把那個欄位名稱放第一列 那底下就是他的他的資料 然後呢一筆資料就是一列資料 你就把它橫向一列 橫向一列 這樣將來要查資料就簡單的 你千萬不要隨便亂放 不然的話會造成自己的麻煩 也會造成別人的麻煩 試試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式哦 可以來解決 如果你們有想到什麼函數也可以歡迎告訴我好了 因為我實在想想不到更好的方法哦 那所以想到的就是VBA啦 所以VBA的存在哦 基本上呢就是解決什麼問題呢 解決那個函數他無法解決的這個問題 那現在最新的版本哦 那個Microsoft 365最新版本哦 除了用VBA之外還可以寫Python 因為他已經內建Python 就是說你以後不會寫VBA的話 你也可以寫Python程式 他有兩種選擇哦 可以寫Python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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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thon